十二台救護車出現在大街上 澳洲墨爾本一間屋子內 正在舉辦聖誕派對 當時約有三十人 通通擠在陽台上準備拍照 結果陽台突然瞬間倒塌 造成死傷 十六號晚間十點半 發生這起悲劇 事故中一名三十七歲女子 送醫後不治 一名五十九歲女子當場死亡 另外有十七名男女受傷 事發當時陽台塌陷 一瞬間陷入一片混亂 有人不斷尖叫地板血跡斑斑 經過調查這場派對主辦人 是美國知名家居用品品牌 特百會的直銷人員 而至於倒塌原因 警方表示陽台上除了佔滿人以外 還有一座燒烤爐和一個冰櫃 疑似是陽台無法負荷重量 因此倒塌 原本嗨翻天的聖誕趴 卻突如其來發生這起意外 樂極深悲 回用信柳家宣編譯 為甚麼 早安 偶然 如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